直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马上好汉 那只是一个障眼的幌子骗人的故事 直立根本就没有马上好汉这帮土匪 对 根本就没有马上好汉那帮土匪 那所谓的马上好汉究竟是 于大人 听我来告诉你 马上好汉是谁 是谁 马上好汉就是我们直立巡抚衙门的巡道 荣善 马上好汉是荣善 对 于大人 之前各府州县报上来被土匪抢劫的粮食 那都是假的 那些粮食根本就没有被任何人抢去 那些粮食 如今早已以马上好汉的名义 流进荣善等人的私库里去了 那些粮食根本就没有被任何人抢劫的 要想揭开直立贪腐的这个大概子 只能拿容善开刀 老夫明白了 不好 于大人 您先坐 于大人 直立贪腐的这个大概子 恐怕你只能揭开一半啊 另一半你是很难能揭得开啊 先讲 于大人 还记得之前我曾经跟你说过的话吗 大明知县赵立谦是曲九万的人 曲九万是佛伦的人 佛伦是明诸明相国的人 这是直立官场的一条线 可另外还有一条线 大明知府范永茂 何间知府徐可仙 霸昌道远 沈之礼 郑定府同之 周从谦 水清县之县 万一之县县之县 乔国栋 他们都是容善的人 这又是一条线了 是比明诸福伦他们第一个层次的线 这两条线交织在一起 就构成了一张网啊 涉及到直立官场大大小小的官员 成百上千人呐 于大人 李氏春秋里有一句话叫做 有计有纲 一隐其计万目结起 一隐其纲万目结张啊 于大人 而掌握这张大网提纲的人 就是当朝宰相 明珠明相过 于大人 所以我说 直立官场的这个大概子 你只能揭开一半 就是这一半 你也未必揭得开啊 老夫岂望董大人 可愿现出揭开直立贪腐这个盖子的良策 于大人 不但愿意 而且良策已有 不 请不领此家 此良策 就在我董某人的身上 在你的身上 对 我这一身躯 便是良策 老夫董了 董大人 请受老妇一拜 于大人 下官 告辞了 董大人 请保重 脖子 冤枉 你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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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下 别动 集了他们的面上 好 容大人好啊 我还是下手吃了一碰 明相国 我想容善他是个明白人 他不会把我们供出去的 他应该懂得更大的力量在哪 七九万 明志在 让这个赵吕倩马上给我回到大明 这个时候哪都不要去啊 不要返回京城 不要离开大明 给我老老实实地待在大明啊 是 岳父啊 快走 是 我 我走 你们两个过来 马上用我们三个人的名义 联名上一道奏证 我要向皇上苍和 这直立巡抚的巡道 容善 我们要自己参作容大人 要容善上堂 让他坐 容善 你可知醉 回来人 容善 知醉 罪在何处 罪在侵吞朝廷下坡的赈灾粮食 你侵吞了多少朝廷赈灾粮食 孙公侵吞了 九万九千六百五十的 那些粮食现在何处 那粮食 粮食存放在天井长炉盐厂 行家粮的严苦里 你说什么 就那些粮食 粮食 粮食 地 谢谢观看